花香果香比较多 然后泡起来就比较浅色 所以可能80度这样 可以拿来泡 有些乌龙茶他们是 湿的茶叶是绿色的然后带有红色的香边 乌龙茶的制作是在 它氧化过程是在 红茶和绿茶的中间 所以喝的味道可能会有 绿茶的味又有红茶的味 有一句话说 诸药为各病之药 茶为万病之药 意思就是说 医生给我们的药丸 一粒药丸只能治一种病 可是茶可能喝多了 会避免很多病症 可是也是要看大家的 生活习惯 我们的饮食习惯 就是每天喝茶 加上良好的生活习惯 会避免很多病症 那是整个肤灭 那是整个肤灭吗 就是这个 茶的心 乌龙茶 想到这些 那茶为什么有这些功效 它为什么这么神奇 为什么可以拿来当药 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些成分 好像丹铃 丹铃是制造那个 苦涩味道的成分 然后加上咖啡 矿物质 它有很多矿物质 所以那些少数民族喝黑茶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卫生素 据说 那个茶的卫生素 稀还比一般水果多 当然也是要看你喝的茶量 有多少 还有就是枝锅糖 所以会有一点甜味 还有芳香化 让它很芳香 所以一起 他们一起 就可以 帮助消化 然后降低胆固醇 分解脂肪 强化血管 提醒 提升型脑可以解酒 茶可以解酒 然后防辐射损伤 好像我们每天 如果在家里 还是在公司里 每天对着电脑 还是对着电话 他对着电视机 很多那个 辐射 所以喝茶可以 把那个辐射 洗出来 因为你茶可以异样 然后当然茶也可以去 容易防口臭 吃发酷 喝茶就是这个原因 会可以去容易 然后可能以前的人 没有那个牙膏 喝茶就可以 帮忙 防口臭 这些 这些 这是一些 我们一般认为 一个种 一个种类的茶可能 会比较 有 好的功效 好像 绿茶 它的 维他命C 是最多的 然后很多 护肤品 美白品 都用绿茶 因为它可以帮助美白 然后黄茶可以防癌 烫癌 消炎的功效 白白茶也差不多一样 然后红茶呢 它的 咖啡因最多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的话 红茶是很 很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 黑茶跟乌龙茶 很多女性都 用黑茶 乌龙茶来帮忙 瘦身 就是吃饱了 可能一个小时后 改他们的茶 就是读一些报告说 不可以直接 在餐后喝茶 因为可能会洗掉那些 维他命和营养 所以最好是一个小时后 也介绍一下泡茶 咱红茶 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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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吃饱 吃饱